我喜欢杂技 喜欢她的可爱 喜欢她的少年感 喜欢她的灵动飘逸 喜欢到为了她 打了上千场对局 然而 这些经历并没有让我愈加完美 如今的我越来越像的演员 这是某杂技演员玩家的心声 第一次和杂技相识 是和朋友的相遇 她很喜欢杂技 无论匹配 还是排位都始终如一 巧合的是 跟她在一起玩的那段日子 我就没赢过 我说 你的杂技 很像的演员 她有些不服气 气呼呼地来了一句 你心理上 后来 她放弃了杂技 我开始坚持杂技 她说 我是很喜欢她 但是她好像不适合我 我觉得我演员的表演 有些配不上她 她值得更好的 她还说 有生之年希望有个B拍 做梦都能笑醒 时间一晃一年过去了 她在我的好友列表中 一直都是30天 如今的她 不知道去往了何处 只剩下我一个人独自坚持 一个人的时光 虽然很闷 但我似乎并不太会结交朋友 孤独 又享受孤独 当你满脑子都沉积 在上分的状态中 是最容易成长的 从0分到5600分 我用了三个月 说长不长 说短不短 但也到此为止了 5347分的瓶颈 就像是一道看不见的枷锁 从此 我停滞不前 甚至为了不让掉分 我变得畏首畏尾 不再敢于选出杂技 亮出昔日王牌 大概就是从这一刻开始 我内心中的杂技梦 已经开始慢慢腐朽凋零了 就像我一样 坚持着信任 基本每个赛季都能打到前100 或许某一天 也会出现凋零的情况 那么问题来了 你为哪个角色上过牌子吗